吴老师我也想问你 因为我这次过来 也看到了有很多 就哪怕在当前里 坚守了十几年 二十年的这样的公司 也看到了他们也在做电商 有些年轻人也在创业 您建不建议 就是比如说一个本科毕业生 或者说也许他说是过国师毕业 他直接就下去创业 您觉得您是推荐 还是说您有哪些 觉得可能不妥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 因人而异 就是说对绝大部分本科生来讲 我倒不太建议他去创业 前一阵我看了一个 国内一个文章讲说 意思是说让年轻人 带上差不多家里的六个钱包 去创业 我不赞同的 有点坑人 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呢 六个钱包可能是 不能说一定是付他房子首付 但是就是说 帮助他在困难的时候 能够度过困难 比如说他换工作的时候 有这么两个月没收入 这六个钱包最好是来做这件事的 不是说一开始就去掏空了 就是我们有些时候 刚才林老师其实讲了一件事 就是顺应这个时代而为 他们有一句笑话叫做 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不要干这种 有些人他其实可能 并不需要一开始创业 不要为了这个创业去创业 创业呢 其实他成功的概率是很低的 大概在 就是硅谷地区投资吧 大家就可以看到数据 大概 最后能够上市的公司 大概占 真正拿到融资的 就是说你掏空六个钱包 那不算 拿到融资 那是你家里人给的钱 那不算 就是真正从那个 拿到天使机器给别人给的钱 拿到融资的 大概占整个百分之三吧 大概就是有些连同还到不了百分之三 像现在这种连同就肯定到不了百分之三 这样好的连同会到百分之三 然后也不是说你所有公司上市 你都能够发展 那比如说 一家在美国还挺知名的人工智能企业 上市以后估值 好像我印象也就大概很大的一个企业 就是二百亿美元 然后那创始人只占百分之一百多亿 还不到二百亿美元 创始人只占百分之十几 也就是说他才能挣到十亿 但反正他算他才能挣到十几亿吧 大概这样子 然后那可能你大概一百号以后的员工 你就够呛了 大概是实际上 就是说你基本上就挣个工资了 所以也不要觉得说创业都一定能挣钱 前两天正好我一个 就是我孩子相当于他们同学 也是大学毕业 有这么两年了 创业不能算失败 说最后这么多少钱呢 是四十五万美元 大概 其实你到那个公司里工作 肯定这个三年下来肯定比这个多 就是说那个你到Facebook工作 三年下来 咱们也得有个六十万了 大概还是成功的了 就是说创业的辛苦程度 那远比在Facebook工作 这个要不知道这个强度 工作强度要大多少 所以不是说一创业就一定能成 所以一般来讲比较理想的 就是说你就跟我刚才讲 说你在这种大厂 有个比如三到五年的工作经验 可能你看到那些大厂 你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但是他因为比如说公司大了 比如官僚体制比较严重 他不去改进 或者说了那个业务对他来讲 占的比重太低 比如说他只占了那个公司 1%的业务 那他可能花功夫去改进他 他没有动力 就是说看到这样一些机会 那有的人是有 你工作一段时间 有一些人脉 比如说他做销售的 他有一些 手头上拿着一些 这个用户市场或者订单 就这种情况 再去创业的话 这个成功性率会高 高很多 所以我是觉得说一开始因为大学刚毕业 很多人觉得我都上了十几年学 但是你放到社会中这十几年的知识储备能力的储备 真的还远远的不够 我很认同这个观点 吴老师刚才讲的硅谷的创业数据 就是拿到外国融资到最后成功上市的最高的年份 好的年份大概就是3% 换言之这不是九死一生 这是九十七死三生 这还是好人头 还可能上了市以后还破发 对吧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其实吴老师刚才给了一个 他的建议其实跟我也比较一致 我们先去一个大的公司 规范的公司 顺应时代这种大背景的公司 我们先起码能够看看猪跑 最好吃两口猪肉 这个时候你再出去养小猪 那这个比例可能就会大幅增加 你的这种社会能力 组织情维性能力 相关的资源 跟社会打交的能力 我相信都很好